可以念87遍吗 有的同修说 可以念自传的礼佛大忏悔文 念80遍 然后呢 再自己念7遍 这样可以吗 这样 可以啊 可以啊 嗯 那这样 师傅你说这样 年初一这样 我们正常念87遍 礼佛大忏悔文 和这样自传80遍 再念7遍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一样吗 自传嘛 你就没有动呀 你就等于没有念呀 你自传的话 你没有烧掉 你当天 当天比方说 初一的话 年初一的话 就不一样了吗 你比方说 最主要初一 为什么 要把它可以念这么多 它直接就是 转换为功德了呀 消掉你的业障呀 你都以在年初一 你把它念成80遍 你藏起来了 对不对呀 那这效果总 它80遍烧了 师傅 它就是80遍烧了 烧掉就没事了 烧掉就很好 那如果烧掉的话 就是和我们这样 平时 比如我 平时自存了80遍 礼佛大忏悔文 年初一的时候烧了 和我 年初一的时候 念80遍 礼佛大忏悔文的效果 是一样吗 应该可以的 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讲一讲 请大致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某某某 一直积攒着 这个87遍 这个礼佛大忏悔文 在今天观世音菩萨 还有众位 隆天护法的 见证下 我今天将这些 做我的功德 还清我的冤情 消除我的业障 你把它烧了 你嘴巴里讲一讲 就不一样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 那有的同修又说 自存的礼佛 那小的是272遍 就是那一张大的自修礼佛 他说是直接可以念87遍 就是年初一的时候 直接烧掉就可以了 这样吧 可以 你就做一个年初一的 升文版也可以的 这个升文版的话呢 实际上呢 就是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在年初一呢 因为年初一的菩萨都来 他们接受 所有的人 对自己的忏悔 那平时呢 哎呀 这个一讲就知道了 手掌来的时间 你递上去很多 就这么讲吧 开那个 人大代表的时候 你才能第一案啊 你平时第一案 受不到的 或者很辗转的 不是 但是在开会的时候 就是让你第一案的时候 你不低啊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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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开示 那你说呢 就是可以专门针对 就是 做一个87遍的那种 礼佛自修 是这样吧 对啊 对啊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开示 gab 杹作词 乐 rhy 满 继 郭 音 c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